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次不宜遲 我現在邀請第一位港姐 從國際的層面去講及性小众和人權 現在這個狀況是怎樣 OK 這個訊息裡面應該有很多數 現在是自然拿出來 當然好了 先看一個題目 我收到的題目是人權 性的英雄和宗教 我主要都是講回 因為只有15分鐘 我講回怎樣在個個都OK的情況下 又大家都佈罪了人權 這是一個好過命題 15分鐘我是兩個解決 如果你已經很熟就當是溫宣 我今天內容只要講四點 第一件事 我會講回國際人權標準 因為在我們香港很多時候講人權 你究竟在講誰的人權 以及用甚麼準則來講人權 我覺得都很重要來清一下 人權標準這件事 各個都可能自己心目中有一個 我知道 但知道之後 不代表你就知道 其實國際標準去到哪裏 當你和人去交流的時候 你用了不同的地方的出發 去interpret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為甚麼這件事 你都知道標準在哪裏 大家一說話就會清楚很多 你真的有一個交流 第二個就是人權本身在社會的角色 你為甚麼需要有人權 為甚麼大家都要維護這個人權在社會裏面呢 還有甚麼好處呢 都要講一講 第三呢 就是會借回UN 其實有一個最新更新的 我會不會有人去談戏 昨晚出的 但我們會講回之前 聯合國秘書長 對於性小眾的人權 是有甚麼理解 他做人權工作裏面 他為甚麼理解這件事呢 我會借用他的一些講話 去解釋人權在哪裏 第四呢 就是講回我們國際人權組織 之前的一些經驗 略略介紹一下 我們已經可以講完 slide 2了 甚麼是人權標準 其實我們知道有國際人權公約 大家都知道 UDHR 好像知道 裏面在想甚麼 好像知道 不要緊的 這些是有一個文書的 你知道Google 翻譯幾陣前UDHR 就會出來的 有中文版的 有英文版的 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這是用來做甚麼 UDHR其實是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 一個國家要進入聯合國 你就要說 我承認 我同意 我現在簽 會符合這些標準 不是不同國家就是不同人權標準 而是更多個國家 入得聯合國都說 我自己符合這個標準 行不行 夠高層次了 夠高層次了 不是我講的 是他講的 這個都是比較早之前寫好的 我們先看一下 preamble第一個 是吧 我在slide 4了 第一個 已經寫了 待會再講 但是隱身來 如何去落實這些人權呢 是因為UDHR 它就會生一些人權公約出來的 我們今天就是講一條 因為只有15分鐘 我沒可能講那麼多 我講比較重要的一條 就是剛剛審議員的ICPR 即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是的 我們全部都是叫什麼什麼公約的 是的 香港懂不懂用啊 懂用 中國懂不懂用啊 咦 有些 欸欸欸欸 是的 中國是簽了 沒有落實 香港是因為現在主權之邪 跟英國那時已經簽了 繼續在香港落實 明白嗎 即是會繼續有審議 ICCPR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它審議中國的時候 得香港出席 啊 你好 我在這裡 是的 我會出席的 因為這個是在中英而交主權 那時候已經有一個特別審議 就是說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人權標準 不能比之前更落後的 那麼這個公約呢 就會繼續在你們的香港上 繼續上行 那我們就來回香港 哦原來我們都是有關係的 那這樣就會再說 那我們呢 先給一點點 attention 去slide 4 看看世界人權書裡面說什麼 第一個 原來我們是 啊 只要是人就會有尊嚴 其平等 和不已的權利的承認 那即是呢 誰有人團啊 人 啊 啊 這個qualification就很簡單 你是一個人 啊 就行的 那第二咯 啊 要繼續說的 很生氣的 那我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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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 基本人權 人 人家尊嚴 和價值 那各個國家呢 進來呢 我們都會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 和進行 那最後一句呢 就要說 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 那誰說他有共同標準 當然是他說的 即不是說我說他有就有 他自己寫了說有的 即是說呢 我們不是不同國家不同標準 而是呢 我們原來承認了 原來各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共同標準的 那我現在就落實這個共同標準了 那你說啊 去到這裏了 哇 你說的東西都非常之快 沒錯 因為只有15分鐘時間 那所以呢 我們就好翻跳到另外一裏了 就是人權法 那如果你google回人權法呢 你就發現了 我找性傾向找不到 我找性別的服找不到 那我們在哪裏呢 那我們現在 問答 問答 太快 非常快地說 就是 原來你包了在其他身份裏面 那你記住 你看看《公爵2》和《26》 它說呢 講了這麼多類別 出生及其他身份等等 一律享有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即是說全篇公約呢 都在你身上的 當你說要維護人權 或者是性小眾人權 或者是因為這些人的人權那時候呢 你就要知道 原先的人權已經有在身上的 只不過呢 它是可能在本地那裏被人剝削了 那你現在去 fix 一個問題 去改變 那因為時間問題呢 我就會跳一跳的 那呢 就會跳到 是二 下了一講一講 是第Slide 6那裏 是2013年也剛剛過了 3月那段時間 但是在ICPR審議第23段裏面 那他就講明一點 因為他是沒有認到中文 他official 那時 那我就不認了 那他主要講審議就是 香港政府麻煩你 你要立法保障 就是因為性傾向和性自身份認同 所中受到的不平等和 及這個 discrimination 即是歧視的情況 你是一定要立法才可以 才可以 fulfill 到 即是你一定要立法 才做到這件事情 你不立法是不行的 即是你做其他事情呢 都是不足夠的 那我很快地 我就會講講Slide 7 那有圖的 那你當他會跳 因為我們才會拖開的 好了 其實呢 我就想講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看到他 一個多元的社會呢 它裏面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那我當不同的人 也有不同的權利 也有不同的生存的空間 那他們有一些bubble 那時候聖展還有一個bubble 你隔宗教有一個bubble 員工教有一個bubble 沒問題的 你大家都是有人團的 大家都是一個多元社會 繼續生存的 沒問題的 OK 那有一條界 這條界呢 就叫做人權最低標準 人權最低標準呢 就是說 最少要這樣 你才能符合到 人人都有人權這件事情 行不行 最低的 那當有人因為宗教 而侵犯性少做人權呢 就會落了 跌了下去 侵犯人權的範圍了 那侵犯人權 那發生什麼時候呢 他會繼續侵犯的 那怎樣呢 我們就需要什麼呢 有一個quack quack 這個標準 這個quack quack 就是人權法 人權法 因為呢 其實違反人權 那沒事的 我沒事的 違反了 那怎樣呢 我們就需要有些人權法 去保障最低標準 那當他違法的 違規的時候 當他侵害到其他人的人權的時候 無論他用任何藉口 包括宗教 我們都是說 他違反了人權了 那就應該會受到什麼 是的 法律上的管制 有少許有consequence 就是有後果 有後果 他可能說 不要這樣做了 但是法律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告訴別人 那條戒在哪 因為你說你有人權 我就說 我人權也正同你 那我們那條戒在哪 其實用立法這件事 都很清楚 或者給市民聽 原來人權就是這件事 我們不過這條戒 就不會侵犯人權 這麼簡單 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嗎 OK 因為時間關係 非常難 因為現在 要問一下 要問一下 開始聽到那些 聽不懂 OK 因為宗教之名 而侵犯人權的情況 會偶爾發生的 我們都不希望它發生 但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那個處理方式 都是有法律保障被侵害者 得到正義 得到公義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則 可以嗎 這個原則 就是 甚麼宗教 甚麼情況 是總而有人的地方 基本上都殺不到 好了 去到第七 第八 去到第八的時候 我們就說 看不看的樣子 好像很傻眼 沒錯 他就是現任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敏 潘基敏在之前一個月左右 即4月15日 他做了一篇影片的講座 因為他講座裏面的內容 我抽了一點點出來 就是在第九月那裏講的 他就說 你們這些人 我和聖小眾會站在一起 因為你們其實 已經一直都是被人侵害 你的人權 好嗎 我會站在你一邊 我承認你不可以 不可以 利用宗教文化傳統 來做藉口來侵害別人的人權 就是說 我說 因為我的宗教是這樣 不行 人權的標準是一個 大家都要專守的東西 你不要因為 唉 不行啊 我的宗教是這樣 或者我全方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侵害人權又沒事 不行的 不是這樣的 行不行 不可以做藉口 這是很重要的訊息 另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咦 他說 之前已經試過的了 分內強姦 真的假的 Slavery 就是 老弟 老弟 這些都是曾經侵害人權的東西 都是用過宗教文化 傳統來做藉口 你說繼續持續這些 practice 就是這樣的運作 他說不行的 這樣是不行的 那我就站在哪裡 站在被侵害者的那邊 站在性小眾的那邊 我們一起去保護 我們勸勸了性小眾這些人權 我們一起要努力 去給予那些人權 這些是他的基本權力 那這個呢 就是他主要講話裡面講到的 那我還用 一分鐘的時間講一下 我們關大的工作 關大那裡 他說要提醒你 AI 那他做了什麼呢 AI其實也做了很多東西 但是其中一個 就是持續性在做的 就是2009年 我不知道你會看新聞 烏光大呢 就做了一條標出來 那之前呢 根據報紙報道呢 就是有個美國的報道會 是基督教的 那就做了一輪 然後突然間 那些人很興起 那樣 就說要立法去管制這些同性 那他的管制方法呢 就是將他殺了 那他就要立法 對了 那為什麼他會叫QV 因為他最高型化是死刑 但是他不只這件事 他說呢 你知情不報都要死 那知情不報都要死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懂得當紅聖女 你不舉報他 你有少少事 你不舉報他 那你都是犯法的 你都是要坐牢的 那當然是不行的 那我們聽到就 哎呀不可以這樣的 那我們就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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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每次看他議會 我們就反對 那他又放下來 那他又再看議會 那他又再看議會 我們就反對 那從2009年走前到現在 是未完成的 他仍然放在那裡 遲些沒有那麼風聲 我們就拿出來說 那我們每次呢 就說我們反對 反對 因為你真的太過分 但是他本身呢 可能就用了很多 宗教理由 或者傳統理由 他就說 我們這樣做不好 我沒有錯的 那我們就會繼續跟你爭辯 那這件事很重要 那最後最後 我知道有少少的問題 不過我應該是一分鐘之後 最後搞不定 最後了 就11 我已經去到11 我也是一個準時一 那我想說回 厘清一下 當我們做人條工作的時候 跟宗教人士最難搞的東西 就是他有時候 那些東西 那些概念很清 那我們就先說 左手邊那裡 就是社會法律 社會法律 社會法律 就是人人都要守的 OK 就是什麼準的 沒有說不准就準的那些 那就是社會法律 犯罪呢 就是為了一個社會的法律 就是寫定了 你違法了 那我違法律 法律面前 人人平坦 所以所有人都是一律 可以嗎 右手邊那個 就是叫做宗教教條 不同宗教有不同規條的 這些都是自願性的 那它不是犯法的東西 就是我犯了宗教教條 第一 第一 你是那個宗教 你犯了宗教教條 譬如我 要手插 不吃插 我最喜歡吃燒腩肉 那我吃了 就不是犯法的 沒有一條法律 是說你不准吃燒腩肉的 明白 所以應該是要知道的 另外 先這件事 先這件事 是崇宗教的一個concept來的 只要我沒有宗教 我就沒事 你說我有先 我亦都可以不承認 你說我有先 不代表非法 不代表錯誤的原因 法律不禁止 不應該法律不禁止 你說什麼提先都可以 其實我可以全扮 這樣很怪我 因為最重要是 宗教教條是自願性的 我願意去遵守就遵守 我不理可以不理 你那個程度 是不應該淋加於我的自由 和我的人權的 那最後呢 希望大家 完了這個 即是一頓再討論 就可以令到你身邊的人 除了你自己之外 支持人權 支持你性小族 基本人權 立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還有去用一種論述 用一個人權的論述 去和你身邊的人 去嘗試圈他們 做回一個支持人權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你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那我說的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非常之多謝 非常之準時 非常之準時 從人權的角度 和國際的法律的觀點 帶我們去看 有關性別 性小眾的權益 是如何得到保障 和人權的保障 和宗教的實踐 是應該那個界線 是如何在他立定 一般人都對宗教 好像一種比較傳統的保守 或者說在倫理的觀點裡 都是很反性小眾 很反不同性傾向 或者同志 雙性戀等等的人 究竟又是不是呢 有沒有宗教的倫理裡面 是有另外一種的觀點 是都給我們去理解和學習 對於聖小眾的權益 是有另外一個觀點 現在我們就進入 這個宗教交流的部分了 好